大家好 今天要来跟各位讨论 撒风这项一调乐器 使用了哪些调性来制造我们的乐器 整个撒风家族里面 可以归纳两种调性 一种叫降一调乐器 另外一种叫降壁调乐器 在降一调乐器里面 有使用的分别有中音撒风 以及上低音撒风 这两种降一调乐器 指的是说 当他们演奏出普面上 祭谱音的dol的时候 相较于钢琴这样的标准调 C调乐器 钢琴他们得按出降咪 也就是降一这个音的时候 才会相等 因此叫降一调乐器 那另外一类降壁调乐器 分别有高音撒风 以及次中音撒风 这两个乐器呢 对照于我们的钢琴 标准调的钢琴 他得按出降壁这个音 才会相同 所以呢 我们称他为降壁调乐器 好所以 在整个哨风家族里面 常用的乐器就已经分类为两种 降一即降壁 因此当我们要做合奏演出 不同调性音乐器之间要合奏 或是要做重奏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留意 普遍上的调性 是否经过了整理 是否经过了统一 让他在实际调性上是一致的 才不会造成音乐上的合奏错误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